抓一把泥土都能钻出酒来 据一捧清泉便能闻出酒香 诗人赵凯曾这样形容洋河 的确在这个古老而神秘的企业 一草一木都浸透着酒香 对于爱喝酒的朋友来说 这里简直就是快乐星球 从古至今历任久有 有关洋河酒的赞美更是不胜美举 乾隆帝难寻玉比钦蹄 酒味香醇真家酒也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路过洋河 写下了酒气冲天飞鸟闻香画凤 曹康落地由于得位成龙 明代诗人邹姬 晚年与洋河隐居也曾写下白洋河 白洋河下春水碧 白洋河中多孤客 到了现代 从蓝色经典到创新升级的孟智兰孟六家 水晶孟 洋河的产品千里流行 走进英国上医院 亮相G20峰会 世界互联网大会 上河峰会等国际舞台 在更大的世界里传递着绵柔的大道智慧 一瓶不可多得的好酒 是健康的方式 是时间的馈赠 也是生活的小确幸 爱喝酒的人一小口就可以喝懂洋河 这都是源于洋河独一无二的绵柔特质 举杯细品 感受生活的惬意纵情 触摸人间的真情百味 不管在什么时刻 什么年纪 晃动的酒杯中 倒饮的是梦想照进人生 精彩的洋河 爱喝酒的你们